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H1B抽签结束后的申请情况分析 美国移民局最近结束了新一个财政年度的H1B抽签 已经抽中的会相应的说明 没有抽中的现在可能还要继续等待,机会比较少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移民局也曾经有补抽的情况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抽签抽中的 后来移民局发现不符合要求 比如说同一家公司,或者是同一个自然人控制的 关系紧密的不同的公司,给同一个人提交了H1B的申请 这样的不符合要求 那么在清理了这些情况以后呢,移民局又控除一些名额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第二轮抽签 如果说抽签抽到了以后呢 那我们可以为申请人继续来准备后面的H1B申请 有一些申请人呢,他是自己或者雇主 为他办理的H1B的抽签 在那以后呢,再考虑 由律所来帮助他准备后续的条件 那比如说呢,职位和自己原来所学的专业 并不完全match 中间有一些差距 有这方面的担心 或者有的人呢,对于prevailing wage工资具体的要求 或者说工作时长的要求 或者自己过去移民身份历史 有的人有这个身份的gap挂靠等等的问题 或者呢,有的人有其他的换工作等等的问题 如果情况比较复杂 可以找到律所呢,帮助你来准备H1B的申请 那有的人呢,自己提交了申请 后来遇到了RFE或者NOID等等 像这样呢,我们律所也可以帮助你来回复 甚至有的人申请被拒了 我们也可以帮助Apple 当然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提交Apple或者Motion来争取申请批准 那么如果H1B没有偷到呢 也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alternative的办法 我们知道比如说有的人可以保持F1的条件 留在学校或者返回学校 有的人呢,可以用OPT和ZAMOPT延期继续工作 也有的人呢,可以用CPT工作 有的人呢,可以用O1签证 来工作 关于O1的申请等等也可以参考 那我们律所在美国攻略网站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上面的详细的说明文章 包括有O1,H1B,L1等等 那么刚才说到 有的申请人在大学啊 科研机构的这样的H1B不用筹签的 还有呢,如果是研议类的人才 可以办O1B 如果是科研人员或者是专业人士 有这个研究经历啊 做的研究相关的工作 那么可以把O1A这样呢 在公司里工作 也可以不用H1B 那还有呢,有一些人可以用H4EAD 或者J2EAD等等来工作 也有的人呢,可以提交绿卡申请 提交S85 提交以后呢,就可以继续留在美国 不需要有其他的签证身份 总之呢,还是有各种这个alternity 那我们有一些 今年的这个变化在这里呢 希望讨论一下 首先呢,我们直觉的感觉到呢 就是H1B的抽签中签比例 逐年在降低啊 就统计数字呢 一直到去年的也都是这样显示的 今年估计还会像这样 具体来说呢,可能抽中的几率大概在25% 但是去年,今年可能会更低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H1B抽签这个门槛比较低 只要付少量的费用 然后呢,由雇主或者律所在网站上注册就可以了 那移民局现在有动向呢 说以后要提高参加抽签的费用 在其他方面可能有一些政策改变 这样的话呢,也会缓解这个情况 那另外呢,坦率的说呢 这一方面我们在别的视频里也讲到 现在有这个僧多粥少 教育这个人才过剩 学历过剩这方面的问题 在简体中文的自媒体圈里吧 也有一些呢,就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夸大的说法 当然兼听则明啊 可以多了解 但是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然后做出分析,做出决定 另外还有一点呢,坦率的说 因为大家也都看到呢,中美关系等等原因 那现在呢,作为中国申请人 在美国办理工作签证 办理绿卡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利的条件 这个呢,是现实存在的 但是呢,是在人为啊 也都是,还是可以克服的啊 那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律所啊 可以相应的提供咨询 然后解答问题 提供建议 好,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H1B抽签结束后的 分析和对策 有更多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